本土确诊数又创新高 最后怕偷垮医疗量能 双倍首长喊话 要快筛扬 是同确诊并立即给药 但警官陈时中还是认为 程序很重要 那是不是有一点病急 像头医的味道 确诊这个时间 他所耽误的时间 是不是会太长 应该努力把这个时间弄短来 而不是说不要去确定 他直接就给 台北市长柯文哲 也反击PCR裁剪 早就筛撤 若还坚持PCR裁给药 想治疗确诊者恐怕为11万 快筛扬到PCR法律被认证 有时候拖超过4天 这个药是这样 在发病5天之内吃还有效 时间久了就没效 就算陈时中不懂 你后面那一排 这个我们都是同一批老师教出来的 怎么会这个有问题 两人隔空交火 陈时中还是认为 快筛扬只有给药若持出问题 谁来负责 7%到15% 他不是确诊的病人 他是不需要服药的 那发生了副作用 拿着医疗的责任 是谁要来负 马上去到网站 他对人工智慧 马上帮你排除说 他有没有要无交付作用 这个不是理由 不要讲那个医学界 不能接受的理由 快筛扬是同确诊 并给药中央地方 还是没共识 但蔡总统已经指示 北北基桃要 加开大型筛检站 柯文哲则认为 不应该只有筛检 开设防疫急门诊 才是当务之急 也预告第三个车来 诉急门诊 就选在中正纪念堂 在中正纪念堂设第三个车来数 大概可以到4000 柯文哲也下令和平医院 要转成防疫医院 只收职确诊者 此外防疫专责病房的床数 也要提升到200床 住院标准也要更严格 住院的适应诊 稍微严格一点 这个平均住院日 从10天降到7天 也许再降6天5天 延开疫情洪风 来时汹汹 地方政府严阵以待 要守住医疗量能 记者谢洪璐旭郭豪 SNG小组台北报导